啟動錶單之後我輸入完之後按新增 那是剛剛邏輯我剛剛有講過了 所以你要知道什麼幾個動作就是 我要怎麼樣抓到那個最後面一列 OK 所以這邊的話 當然 前面大家有講過 請各位等一下 就是這個 Coming button 1 Back click 那這個 程式要怎麼產生呢 特別是要 1請你再切回到 Home這個錶單 2 按一下什麼呢 按一下那個新增這個按鈕 新增這個按鈕 點他兩下 有沒有特別說程式是寫在這裡 那特別注意他是跟著表單的不是跟著模組的 如果你要把他關閉回到剛剛的畫面 就 左上右上角這邊按下去 點他兩下 有沒有 點他兩下呢 他會自動幫你怎麼樣 因為他的名稱叫Coming button 1 當他被怎麼樣 被click的時候 所以這個是 叫做原件的名稱 這個叫做事件 被click 去觸發一個程序 所以意思是說 當他被點擊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啦 那你要做什麼 請你把它寫在哪裡 寫在這裡 OK Sub跟Sub中間 那我們把剛剛的程式貼上好了 因為 這個時間的關係 這個地方的話 把這一段 特別是從這邊 我直接拿這個來講比較快 當然可以 從頭打 可是花比較多時間 那這些應該 前面都有講過 所以我們直接拿這個來看 那首先我要先知道什麼 這個範圍裡面的 最下面一列 就什麼 這個 還記得吧 這還蠻好用的 以後如果你想知道 某個範圍的 最下面一列 用這一行 這個就可以了 那邏輯 我上次有講過了 那你只要怎麼樣 把它加1 之後丟給R 意思就是什麼樣 第4就是 這個啦 有沒有 第8列 最下面是7 7再加1 不就8 那我將來就寫在第8列開始 一個兩個 三個 一直往下 然後分別 A B C D OK 那1的話 也許我們不需要輸入 1的話我們是 平均成績 所以是 我們幫他算的 所以我們幫他算取到小數點第 第1位的話 那我們就再有一個 E欄 E欄是根據什麼 上面的資料 算出來的 所以呢我直接怎麼樣 取得 最下面一列加1 然後呢再把A欄放什麼 那特別注意 這個是 我們的元件名稱 特別注意喔 你要先瞄一下 這個的Name 是不是叫 TestBox1 理論上 如果你沒有重新做過 我應該 第1個就是1 第2個就是2 第3個就是 3 4 那理論上當然還是要改個名稱 因為 我不要太複雜啦 因為我發現只要改個地方 後面大概就很多錯誤發生 你只要檢查 是不是1234就好 因為如果你重新再拉過 可能順序不對 那你確定是1234就OK了 如果不是 請你把它改名稱 好 好那我們 你取得裡面的資料就是它有個屬性叫Test 所以第1個我把這個資料有沒有 後面的資料丟到前面 後面的資料丟到前面 所以 就把那個 我們剛剛填的1234 就分別丟到哪裡呢 丟到前面的 這個1234個儲存格 那最後呢我可以怎麼樣 再丟一個平均成績 那平均成績是怎麼樣 把 上面的 總共會有4個 這個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跟正一下 應該是姓名不用吧 後面234 這三個成績怎麼樣 相加 除以 3 平均嘛 那取到小數點的第1位 用run的 特別注意 因為你輸入的時候它是文字 輸入的時候是文字 那如果說你要計算之前 比較保險的做法 是把它怎麼樣 轉換為什麼 轉換為 數字 所以如果你要轉換為數字的話 你會發現外面包一個函數 CINT 有沒有 CINT意思就是說呢 我先把它轉換為整數 之後呢 再來做相加 比較保險 不然的話如果說我今天 用文字來相加的話 那可能就會串出來變成 他就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所以基本上 2 3 4 那最後呢 先把它 除以3 這個是除以3的結果 外面呢 假設我最後 平均之後 我希望取到小數點的第1位 那我在外面再包一個RUN的函數 這個RUN的是四捨五入到小數點的第1位 OK 那輸入完畢之後呢 我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呢 那我希望 郵標自動幫我停在什麼 停在 這個 它這一筆的位置 因為有的時候 你 郵標沒放在這裡 感覺好像 就比較 假設比較貼心的話 你就把那個郵標 放在 A的 A8 因為這個這一列A8就放在這邊 再來把什麼呢 Testbox裡面的資料 有四個全部清空 寫完了 寫完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應該看得懂 上面的東西 那把它執行起來 第一個 我輸入一個 假設我用 OK然後 然後成績的話假設是80分 然後 其實你按Enter好像它會跳下面 因為它是 按順序的 然後再Enter 然後再Enter它會跳到新增 對不對 然後再按一下Enter其實也可以啦 或者按 這個滑鼠點它一下 那我們就是把 這個搬到這裡 這個搬到這裡 意思類對 再把下面這 相加 除以3 小數點的第1位 新增 OK 好 平均成績 那因為剛好新 這個小數點第1位 剛好就是整數了 就是剛好它可能沒有小數點 所以輸出結果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這樣 最後把它清空 並且你會發現 中間 游標會放在這個儲存格上面 那一樣的方式 清空裡面的資料 你就可以再 輸入 其他的資料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 寫完之後 它有個問題 就是說 假如說 你如果沒有輸入 就按新增 它一樣會新增 可是會發生錯 應該會發生錯誤吧 我看看 沒有沒有 沒有 發生錯誤 為什麼 因為 裡面根本沒資料 你要叫做 這個 可能會有問題 所以怎麼辦呢 你必須 你必須 禁止 然後回到這邊 要什麼方式呢 先做什麼 按新增之前 先檢查看看 是不是有輸入 資料 OK第1個 第2個 可能比較常見的是 輸入的那個 它的那個數字 不在0 在100之間 所以怎麼做 或是底下 有一些相關的 除錯的 這些相關的 說明 如果 有時間的話 各位自己再看一下 包含就是 判斷有沒有資料 第1個 第2個是 判斷是不是0到 100之間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剛剛那個部分呢 程式在這裡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繼續來看